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 射手座和狮子座在一起合适吗 首先你们同属火象星座 很容易被对方的气质吸引 多爱玩耍与热闹 热情会很快地扩展开来 一拍即合 不会避俗 你们会是一对外表光纤 明朗的健康组合 狮子座别具创意的爱情 能令你产生安定下来的念头 如果你想和他做更进一步交往的话 不妨以高规划力 鲜明的态度来表示 狮子座的他希望带着爱驴出门 能使人们频频回头 如果与狮子座在一起 射手可能会难以忍受 他强烈的竞争意识 但是总能吸引你视线的狮子座 可以牢牢地拴住你浮躁的心 两个同属火象星座的人 很容易产生共鸣共振的感觉 特别是碰到射手时 将会使你们的热度一下子升到最高点 是一见钟情 健康开朗的组合 虽然射手看起来比较神经大条 有话直说 但对于狮子来说 射手可以做到感同身手 而且还经常会以乐观爽朗的个性 来抚慰着表面阿沙利 内心却破孤寂的狮子 射手是狮子很需要的另一半 那射手座和狮子座相配吗 射手和狮子算是有来有往的一对情侣 大家都是活象星座 相互的热情可以激发起强劲的爱情火花 你们之间容易一见钟情 但更重要的是在火热缠绵之后 如何把这种关系维持到永远 拍拖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也没什么压力 彼此都是乐观的人 又喜欢玩 不会太刻意去束缚对方的自由 最多有时狮子座会有些粗疑 只要射手做迁就一下就没事 问题在于过于没有责任感和归属感的恋爱 可能永远停留在表面 一旦患难出现就未必可以见真情 尤其在组织起家庭上 不会将专注力放上去 各自有另外的生活圈子 俗话说家不成家会因验在你俩身上 尤其有子女 除非他们很早已经独立 在性方面 射手和狮子间绝对可以相互配合 有时射手座喜欢出去招风影碟 狮子座知道了会有一些风波 但是结果狮子座都会原谅他 他就怕如果有一日射手座发现狮子座 在这方面来一朝礼尚往来就会受不了了 射手座和狮子座相处需要注意的地方 狮子很容易从乐观开放的射手座中填平某些空虚 所以你们的搭配可得满分 只是天性无拘无束的射手很难束缚 适当的放松和宽容 会有助于你们两人间的长期发展 还要注意射手的野心与玩性有时会超出狮子想象 狮子天生广阔的胸襟有助射手接受你的爱 但是切记别把局面弄得太大 放得太宽 使你无法控制 到时发现你的射手玩得忘了你的存在 要想再搬起脸说些什么可就来不及了 最好还是不要仗着两人天生相合 而忽略了时常沟通 也别因为工作的忙碌 而没时间和射手一同从事休闲活动 否则不管你是狮子王还是白马王子 射手照跑不误 他们一定会去找更好玩的猎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